优育症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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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育症是现代文明病之一 全球约2.8亿人身受优育症所苦 但目前没有单一疗法能够完全治愈优育症 让科学家伤透脑筋 美国纽约的西奈山医院近来使用优育症治疗 取得成果 药厂计划今年展开大规模临床试验 渴望为优育症患者带来新的曙光 刺激部位一个人状况调整 患者抱极客见效 治疗优育症的方法五花八门 但目前没有单一疗法能够完全治愈优育症 让科学家伤透脑筋 不过美国纽约的西奈山医院近来在一种新疗法上取得突破 渴望为优育症患者带来新的曙光 西奈山医院医生科佩尔表示 深脑刺激术就是大脑的心率调节器 在那里放电极就能刺激大脑的不同回路 深脑刺激术是在患者脑部深处放置电极刺激 类似心率调节器 电极的导线连接到患者胸前的装置 可以控制电刺激量 深脑刺激术可以用来治疗癫痫跟帕金森氏症 但过去用来治疗忧郁症却成效不张 纽约西奈山医院的团队采取克制化疗法 依照每位病人状况刺激大脑不同部位 接受试验的患者坦言 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 药厂今年展开大型临床试验 FDA加紧脚步审查 不过部分医生认为 深脑刺激术可能会导致流血 感染甚至中风 风险还有待观察 美国制药大厂亚培计划 今年展开大型临床试验 美国食药局也将加紧缴获审查 希望可以造福全美近300万名忧郁症患者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点赞及转传 感谢观看